新聞報道 通報稱 任志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在接受調查 通報沒有說明任志強嚴重違紀違法的具體內容 今年3月 任志強被懷疑 因為發表批評習近平及中共當局的言論而失蹤 今年3月6日 一篇署名任志強的文章在網上熱傳 批評習近平當局沒有及時公布疫情信息 並試圖用各種成績掩蓋事實真相 美國政治學者韓連潮3月13日在推特爆料 任志強3月12日被北京市紀委留置 實為秘密關押 地點位於北京郊區網山市紀委培訓中心 任志強也不止一次發表批評中共的文章 因為大膽敢言的風格而被稱作人大炮 並也因此受到中共當局的處罰 任志強強推導 建立我們社會民主制度 產黨部長 國務院長 鄭文貴 建立我們社會的地位 洲相處 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